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一大清早 万物苏醒 是晨起运动的好时光 向来注重健康的吴静吉 也利用空挡 舒展肢体 快步健走 为一天的工作储备动力 才出生四个月 就送给别人当养子的他 两父母一直将他视如己出 但深藏在心中的那点自卑 反而驱使他在业务工作上力求表现 深获客户信赖 然而过去有些躁进 又缺乏恒心的个性 使他总是不能稳定的发展事业 在生活和人际关系上 都造成了困扰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有一句话 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很熟悉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 他其实过去因为做事 总是半途而废 所以好像做什么事都很难成功 旁边的亲友很想要帮助他 却又不知道从何帮起 最后他生命却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是由内而外 自己出现了一个翻转 这整个历程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走点分享 欢迎吴静吉 静吉你好 是 主持人大家好 其实你的身份还蛮特别的 是 小时候好像是养子嘛 对不对 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 对 为什么啊 为什么会那时候 会去给人家做养子 因为在我小时候 我出生的那一天 我妈妈就病重 出生的当天 对 顺利生产以后 但是我妈妈的身体就生病了 生病以后呢 我爸爸在这过程里面 当然也找了医生来看 但是好像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是 是 是 那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乡下人嘛 大家南部大家都想说 那如果解决不了 就找 刚好有一天找一个下面先生来 那就看了一下 那他就说 这个孩子的八子是跟母亲相克的 所以他一定要送出去 那如果留在这家里的话 那妈妈就可能会走掉 真的 对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真的耶 对 所以我爸爸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我四个月的时候 就把我送走了 才四个月的啊 对 你刚才说孩子有 那个时候我上面有三个哥哥 四个姐姐 所以你是第八个了耶 对 我是最小的 结果真的送出去之后 妈妈身体有怎么 就好了 真的 真的好了 就开始一点点好了 但是当时送出去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不知道 因为她在生病嘛 所以当她知道孩子被送走以后 她就非常的难过 她不想这样 对 所以你爸爸也没有跟她商量吗 没有 没有 那是怎么样去千挑外选 因为你们家其实不是说 经济状况很差 不得已随便找个人家 就送了 对不对 不是 你们是怎么去挑到说 要送到吴家去的 因为当时 我爸爸是姓一贯道 那我爸爸姓一贯道 他的道友里面 就是我吴家这边的阿嬷 跟她是在同一个 一个支派里面 然后再一次的 他刚好也有听到我爸爸 就是我妈妈病重 我爸爸想把孩子送给人家 他就说 我大儿子结婚这么多年 没有小孩 你干脆就把小孩送到我家来 那我爸爸想 因为这个道友是非常熟 他也比较信得过 比较安心 对 比较放心 所以他当时就把孩子 就同意送到吴家来 但是在当时要送过来的时候 大家又有协议 就是孩子送给你 可是你寒暑假 一定要让他回来 但是我们不会表明我们的身份 可是就是要能看到孩子 他怎么跟你说 因为说不能够让你知道 那边才是你亲生爸妈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你要叫伯父伯母 闽南语就是阿伯阿母 后来就由我哥哥去家里带我来 带回家以后 我记得印象最深就是 我妈妈就会煮红豆汤圆 我就很喜欢吃 我二哥就会帮我做功课 你暑假作业 寒暑假作业呢 就帮我写作业 教我写作业 还是帮我画图 他们都知道你是被送走的孩子 对啊 所以他们其实都有一种痛 就都很不甘 很不甘 尤其是我大哥 因为我大哥那个时候在读台南一中 他知道弟弟被送走以后 他每一次下课回来 就会跑到我养父的家 他就说弟弟借我抱一下 然后一抱就往家里跑你知道吗 想要把你抱回去 对 就抱回我 就抱回陈家 那我养母就又跑去陈家 再把孩子要回来 那养父母平常对你呢 照顾得怎么样 我养父是把我势如己出 就好像亲生的孩子一样疼 那我养母 他是管教我比较严格 所以在我印象中 我几乎都是经常跑给我妈妈追的人 那就是经常拿着那个以前的竹哨把 这样在后面这样追着打 那我养父是几乎没有在 连责备我都很差 养母其实也是爱你 只是觉得需要教 管教方式不同 管教方式不同 但不是说这孩子抱来的 我就不爱惜 当然当然 是啊 没有错 不过他们也刻意要隐藏这件事情 对 因为这是双方的协议 那你什么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自己是陈家的孩子 因为我们那时候陈家的大哥 我的大哥他要结婚 那刚好我们的老家也要翻新 是双喜临门 那其实记得是国小好像是六年级的事情 然后我就要回家 他就说叫我回去吃喜酒 那我就哥哥带我回去 那我的邻居有一个 有一个伯母就跟我讲说 他就把我叫到旁边去 他说你知道这个家的新主人 这个楼房的主人是你的亲生父母吗 我想说怎么可能 他不是阿伯阿姆吗 他说你不相信去问姐姐 我就去问我那时候叫的大姐 那就把我带到二楼 那个房子的二楼 然后放开相簿 那一面翻一面裤 那就告诉我说 我是被从小被送出去 那一天吃完喜酒回去 我就等我爸爸回来 因为我爸爸都是早出晚归嘛 等他回来以后 我第一件事就跟爸爸讲说 爸爸我想回陈家 当时他一听这句话 他还没有问我 他就给我一个耳光 叫我以后不要再提 可是你从小到大 你刚才你从来没有被他打过 没有就那一次 就那一次 就那一次 我印象就非常深刻 而且他还告诉我不要再提 你那时候心里怎么想 就是他打你这个耳光 那个时候我当然第一个 有点被惊吓到 对 第二个呢 我心里就在想 这就是一个禁忌了 以后我即便知道 也都不再提了 虽然你嘴巴不讲 心里头还是会想 因为心里的那种感觉 是怪怪的 怪怪的 而且冠上养子了以后 就觉得好像跟人家不一样 尤其是户口名簿 大家都是亲生孩子 那户口名簿上面 特别会有养子两个字 所以那时候 也应该也会有一些自卑吧 所以你会有防卫心理 所以我就会变成 比较自私 所以我是一个 比较没有同理性的人 而且是一个 以自我为主观的人 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 戴着养子身份的吴静吉 过去确实是成绩优异的学生 但不论求学 工作还是创业 经常虎头蛇尾 草率结束 很容易给人半途而废的错觉 小时候我的记忆上是 他是冲劲很强 但是可能觉得这个不行 他可能 他会看 他会看 假如做一两年 这个不行 那他会再转跑道 对 但是他比较不太 我的印象中 他是比较不是半途 而废的那种 他是属于那种 我做的 但是没有成果 那可能这个 可能不适合我 他会再坏 对 他是放另外一个跑道去走 但是有时候太过积极 太过猛撞 冲了以后 就有时候也会迷失方向 我就说过 圣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对 它可以去反映出 你的过去跟未来 对 那你可以从圣经里面 去看到 你的错的地方 然后根据这样的 你会反省 而现在能和大儿子伯瀚 畅谈信仰的无尽级 信耶稣前 曾有两次绝制的经历 看似仓促的决定 冥冥中 却似乎有上帝的带领 我自己的感受是 这是神的怜悯 不管说 绝制一次两次 或是多次 那我相信 神安排的都是上好的 那在 自己最需要的时候 就是 神要他回家的时候 那个当下 他就可以受洗 吴静吉在确认了 自己的养子身份之后 心态上也开始出现 有些变化 甚至变得越来越 以自我为中心 不过其实静吉哥 你很会念书 我听说 你刚刚讲到你大哥 也是台南一中 对 你应该家里头 孩子都蛮聪明 对 因为我两个哥哥 都是台大毕业 我那个时候 国中一年级 二年级 其实我都是在升学班 所以那个时候 成绩也不错 那我叔叔就跟我讲 你就来北部 考前三志愿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被家里的人 有一种期待 所以在这样的期待之下 表现怎么样 但是因为 一二年级 确实是很好 好到怎么样程度 就都是全校第一名 那种感觉 没有这样子 但是就是校牌 都有到 可能十名 十三名 那也很不错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那个时候因为 成绩比较好 所以我就跟我一些同学 印考卷给同学写 小老师 小老师 那这有国三呢 国三呢 到那个阶段以后 因为我就认识一些 同学就是 他们比较 不喜欢念书 比较爱玩 对 然后他们经常会在 我们学校对面 有一个国菜市场聚会 那有一次我就去参加 他的聚会 我就觉得说 读书好像比较辛苦 这个比较好玩 然后就跟他们 就玩在一起 然后那个时候 也认识一个女朋友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 就整天就靠在那里 国三就 国中就交女朋友 对 人家国一国二 这么认真 对不对 全校前十名 到国三 所以后来高中 怎么样 就没有去北部考 没有去北部考 那那个时候 我只能在南部 所以我就在 嘉育云林地区考 应该还是可以考上 还不错的学校吧 因为毕竟国一国二 底子还不错 是 我就利用国一国二的 这个基础 然后考上第二志愿 福人中学 我在读到福人中学 一年级以后 我就 全校就北上了 因为那时候 我爸爸做生意失败 那个时候 搬来以后 因为我想 很向往五专的生活 因为我遇到同学 大家都拿两本书 我还背一个大书包 高中就是要准备考大学 对 因为五专那时候 确实比较轻松 那时候比较轻松 那我那时候上 我就说 我要去考专科 然后就到我 黎明公专去读书 专科念得怎么样 专科其实四年 二年级三年级 到四年级都还算不错 都还算正常 但是四年级之后 因为我就认识我太太 那就开始追求她 又是最后一年 交女朋友 应该国中也是最后一年 交女朋友 对 那五年级 就一整年 几乎都没有到学校 去读过书 那个时候 也连考试都没去考 有毕业吗 没有毕业 那所以我那时候 拿到的是一业诊书 所以很快就结婚了 是不是 对 因为我 好不容易追到我太太 那当兵子 当中我们就结婚 不过 就信仰的层面来看 你跟你太太 其实都是传统信仰背景 对 那怎么会 又共组家庭了之后 怎么会 好像结婚没多久 去接触到了福音 怎么有这样的机会 这接触福音 是从我同学来的 因为我五专的同学 有一个 跟我很要好 那我们几乎什么事情 都 翘课也在一起 做什么时候在一起 那我们两个 其实 那个时候 烟瘾都很大 那我在退伍以后 两三年 他有一次 他就带他太太 来我家里找我 那我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奇怪 怎么都没有在酬炎 这个人好像怪怪的 我就问他 那他就说 他烟都戒了 那牌也戒了 很多坏习惯都看不到了 那后来以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太太是基督徒 那当时要结婚的时候 他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要成为基督徒 所以因为这样 因为神 把他的坏毛病都戒掉 这个真的太神奇了 能够把一个人 改成这个 让我 几乎是完全都不认识的 一个新的人 我那时候就有点好奇 就早一天 他带他太太来 就跟我讲 上帝跟他的故事 他怎么样去 他的见证 对 那讲完之后 他就带我决志祷告 他就带你决志祷告 对 那你也决志了 我也决志了 因为那时候的感动 跟加上说 好同学 所以就跟着他 做决志祷告 决志后来 那他们后来 决志祷告完了 后来他们离开了以后 我太太就从房间出来 他第一件事就讲说 你不可以跟他去教会 他说 因为你这是 背叛祖先的行为 所以我因为这样 我就想到 对啊 我的祖先的信仰 都跟这个基督教不一样 所以我后来就没去 就那次决志之后 就再也没有下午了这样 对 后来我同学 有打几次电话要找我 但是我都把他拒绝掉 但隔了好几年之后 又一次决志了 对 那是在十几年后 那有一次 我去拜访我的客户 那因为那个客户 是新商人的主管 那其实他跟我们的 往来是非常密切的 那我为了要跟他建立关系 我就去拜访他 那在这个拜访过程里面 也听到他的见证 也知道说他是基督徒 当下他待我又决志了一次 那时候我是真的被感动到 我就那个时候就有一个 心里有一个冲动 想要去教会看看 就在苏恩赐长老的带领下 带领我读了一年的圣经 读一年 对 然后就受洗 那这个过程 太太有再一次的反对吗 没有 这一次他倒是没有反对 因为我太太后来 他并没有说 你不可以去信 怎么样 没有 那我即便我要受洗那一天 他还跟我讲 你去受洗可以 但是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 彼此不要互相干扰 到了隔年以后 我太太就跟我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你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 礼拜六又去加班半天 那你礼拜天又去教会半天 所以你根本没时间陪我 他说这样不行 你不能去教会 那就一次两次三次反对 所以最后我就自己想 我去教会 太太都这么生气 那干脆就不要去好了 那时候是做业务工作吗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回到我哥哥的公司上班 那从事业务的工作 所以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 经常都早出晚归的 看到我他就说 我们有个福音餐会 你要不要参加 我就说好啊 然后我等我回去以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说 等他打电话来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跟他拒绝 后来呢 我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但是我接到他的邮件 他跟我讲说 晋吉我帮你缴了五百块 你要来 所以就为了还这五百块 跑到福音餐会的现场 我现在这 我应该是三点有这么过 你到你那边三点半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等一下 不然我们待会见 谢谢你 谢谢你 总能和客户热络的联系 是吴晋吉常年从事业务工作 所累积的实力 然而就在他有机会 进入大哥创立的公司服务时 却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当然兄弟之间的要求 就可能会不太一样 可能在晋吉的方面 他可能说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可能跟他哥哥的看法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为了工作上的 这样子的一个不协调 当然会有所争执 某个角度就是宗教不同 价值观就不一样 那当然你假如说 以现实面的这些价值观 去处理事情的时候 会跟真理的教导 冲突的时候就有两难了 那又加上是自己的亲哥哥 又是自己的上司 所以说晋吉在这方面来讲 那刚开始的这个拿捏 会比较有充足性 所以说这当下 我也有建议他 就是说不管如何 他是你的上司 哥哥先不用谈 他是你的上司 那是你的上司 他交办的事情 你就是去完成他 至于说对与错 那是他是你的上司 他负责 因为圣经也教导 我们要做和平之子 要与人和睦 那至少在工作的这段时间 他能够做到公事公办 然后与哥哥不要有冲突的状况 吴静杰过去工作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失败的投资经验 后来贾人转来到了亲兄弟 哥哥的手下来做事 对不对 对 大哥是开什么工作 他是贸易公司 贸易公司 我们是代理德国的一些化学的添加剂 还有整场的设备 在哥哥下面做事 感觉怎么样 大哥二哥好像都一起 对对对 那时候我二哥已经在我大哥的公司上班了 那这个公司的形态跟我以前工作不一样 以前是我自己决定跑哪里就跑哪里 但这公司完全是一个 一个比较有规律的一个 有固定的 制度化跟健全 对 有SOP的操作流程 所以我进去以后 我大哥就把训练我的工作交给我二哥 所以我就要在我二哥的手底下做事 但是在他手底下做事 因为我二哥他是处女座 所以他对事情要求就很严格 催毛求知 可是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说 你根本就是在找我麻烦 你针对我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几乎是抗拒 所以二哥常常修理你 他常常修理我 他怎么修理你 他就是只要我做错一件事 就叫我把我叫到办公室 然后一骂就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就站在那边被骂 我大哥只要来公司 一看到我被站在那边 他就过来帮我解回 他说没事没事 做事就好 赶快去做 但大哥觉得这样对你好吗 我大哥他是忙着很多的事情 因为公司还有他其实他是要忙 所以他认为这种教导的工作 应该是由我二哥来分摊 而且他是希望我能够忍耐 他希望你能够忍耐 对 因为他恨铁不成钢 他希望你能够从这当中 能够忍耐 然后学到一些技巧 还有一些该有的尝试你都好有 那你每次被二哥骂 你会觉得说对对对 我真的没做好 我应该要好好改进还是怎么样 没有 我每次被骂我都觉得他是在挑我毛病 会气 对 会气 而且我认为我以前是业务也做得很杰出 为什么我来这边让你这样来羞辱我 然后每次都要把我骂 也不是什么 骂臭头 对 所以那个时候从来不反省自己 我只是把责任都归到别人身上 但骂完以后我心里也不高兴 也不跟他沟通 我认为没必要跟他沟通 然后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也不觉得自己有错 只觉得都是他 骂一骂回去会跟太太说吧 会 我回去还是会跟他说 那我太太每次听我抱怨完了 他就说 你是不是要检讨你自己 所以那时候听了我就觉得说 更急 对 我想说 奇怪 你都没有站在我立场 你还叫我要回去检讨我自己 所以那时候 我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是自我颓废的 我说反正在这公司每天都被骂 那干脆就下班以后 就回家看电视就好了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回家陪我太太看电视 就整个人很懒散 很懒散 有电视看到没电视 就是不会想要去工作 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希望 但是我进到第四年的时候 我哥哥就带我去买了房子 然后他就说这房子要给你们住 然后刚开始我回去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也很高兴 但是后来呢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做保险 那我发现他一个人资深到台北 居然自己还能买房子买车子 我就觉得说 他能做得到我为什么不能 而且我还年轻 那大哥虽然给我们房子 可是问题是 那个所有的经济也是控制在手里 薪水也是固定 还有每天要面对二哥这样压力 所以我会 就经常离开对不对 对 所以我回去就跟我太太讲 有一次我就跟她讲说 趁我们年轻 我想离开大哥公司 可是大哥对你恩仲如山 你要怎么跟他讲 那当然 所以那个时候 我太太只是告诉我说 你做事情你自己要负责 后来我就去跟我哥哥讲 我哥哥那时候只告诉我一句话 从我公司离开的人 不可能再进来 我也跟他讲 我离开我以后我就不会再回来 他应该其实心里也很不好受 很不好受 因为我离开的时候 我哥哥后来就打电话问我太太 他说为什么阿华离开 你没有去阻挡他 我太太跟他讲说 你弟弟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也阻挡不了 那我哥哥就讲 因为他离开 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 然后他更生气的讲说 他不帮我要帮谁 所以他那时候是很难过的 那时候是很难过 但是还是让我走 然后开始你的拉保险的生活 对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蜜月期 因为亲戚朋友都做了 所以我很快就 认识人群不做一圈 对 所以几乎是说很顺利就 照预期升到主任 可是到第二年的时候 因为你要带一些下面的人 要开发新的客户 开发新的客户 那问题就来了 那再加上我们又不大敢 好意思跟人家讲 我们是在做保险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心理障碍 也拖住了我 那家庭因为四个 那个时候已经四个孩子了 开销每天都出来嘛 对 有租房子 而且车子又有消磨 所以那时候我几乎 那个时候开始负债 那负债以后 信用卡也刷爆了 然后信用贷款也还不起 我债务的问题 债务的问题 那时候曾经讨债公司还到 因为银行就会找她 讨债公司来家里 那我太太就说 叫我出去 她说你先出去家里 事情我来当就好 你太太好 很伟大 真的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她是顶身而出 那债务问题后来怎么办呢 我太太那时候就说 现在能救你的就是你大哥 所以我就回去找我大哥 你不是说你不回去 对 但是我后来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 可是大哥 你大哥说出去又没有再回来 你大哥能收你吗 那我大哥那时候 一听到我要想要回公司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全世界 都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你再回来找我 过了大概几天以后 我二哥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 对 叫我回去上班 但是因为公司现在都电脑化了 所以他安排我到外面去 学英文 学电脑 一年以后再进到公司 因为回去的时候 我没有跟他讲债务的问题 结果法院已经 银行已经跟法院提告了 那法院的那个通知单寄到家里 要开庭 寄到那个公司去 那公司一收到以后 我哥哥都吓一跳 然后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一无一失的 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 然后后来我大哥就 拿钱出来 帮我把债务还掉 这是再回来的感觉怎么样 回到各个公司 回来以后 因为回到 我跟我二哥相处的模式 还是一模一样 也还是一模一样 他还是很严格要求我 但我还是很抗拒他 甚至我是埋怨他 那自己 没有反省 又去埋怨对方 当然这个就不会有好的交集 宝贵是家里 大人是我生命 主耶稣我福福请拜祢 一个小插曲 大家我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叫做犹太致富金律 有一本书 我们去找一找 他是一个犹太的一个生意人 然后他非常会赚钱 自己有优品 但他就讲说 到底犹太人是为什么 那今年的宁会呢 我会请这个犹太人拉比 来做我们的讲 现在能和一群 工商企业界的基督徒 一起聚会 研讨 分享心得的吴敬吉 神情显得轻松又愉快 事实上 在他重新接受信仰 回到教会后 生命开始有了变化 就是他会将心比心 你在想什么 其实他多少都会感觉到 那一开始其实小时候是 没有加入这个教会之前 他是属于 他不会 他不想 他不会听你一些解释 他也不会在你立场上想 他认为他做是对的 但是后来他加入教会 他觉得他的脾气慢慢 比较温和 然后变成说 其实他会慢慢替你会去想 其实你有你的想法 对 我应该要尊重你 所以 假如爸爸对小孩 就可能做错事了 其实爸爸是很难对小孩说 对不起 三个字 因为他有他自尊 他觉得说 我做错 但是我不用讲对不起 对 但是他进教会之后 我满驱惑的是说 他会做错事了 他会说 假如说因为我叫博翰 他说博翰对不起 我做错了 对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改 对 所以这让我很 很驱惑一点 对 就是说哇 他真的变得很多 我们教会 常常在暑假的时候 会有到那个 大观生命中心 就是在那个桃园嘛 那我们那青少区 他们都会去那边 做一些那个 福音队 福音的阴队 那他们这些青少年 当然我们要送过去啊 所以 他都主动的 把他们送到那边 然后营队结束以后 他又主动的去 把他们接回来 这个都是很不简单啊 因为这个都是要自己 要有时间啊 要把这个 他的行程都要安排好 但在这之前 他的情绪 却因为工作上的挫折 而有了很大的波动 吴金吉就一直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 从来都不觉得 自己有什么问题 把他心里头就觉得 气啊 很多苦毒啊 埋怨啊 都是你们什么的 对 这有的时候久了 自己情绪也会开始 对 都越来越糟糕了 那时候是 真的压力就很大 那虽然说受洗了 但是基本上 离开教会以后 我就把自己是 基督徒的身份都忘掉 是 那就是跟我太太 其实就有庙就拜 有有 那也去球签 也去点光明灯 看是否对自己有帮忙 那其实都帮不上我的忙 你那时候情绪状况 我脾气变得很暴躁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我会很容易发脾气 然后讲话 就会突然很大声 其实我都不知道 但是同事发现了 他就问我说 你怎么会突然间 讲话音调就变大 然后后来我太太也发现了 那我太太一直很担心我 那他甚至还跟我讲说 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下去不行 我怕你会承受不了 但是后来他们都帮不上我的忙 那一直到有一天 就2011年的11月份的时候 我刚好去拜访客户完了 那吃完午餐 刚好要把车子开走 就后面就听到说 晋吉弟兄 有一个姐妹在喊 我就想说 已经有五年没听过这个名词了 所以我就回过头一看 原来是以前教会 跟我很要好的靳言跟碧玉姐妹 那靳言弟兄看到我 他就说 晋吉你好久没回教会了 你最近还好吧 我就说最近还可以 那他就说 我们有个福音参会 你要不要参加 我在想这么要好的弟兄 我当然不能一口回绝 我就说好 然后他就说好 那我就帮你先报名 然后我等我回去办公室以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说 等他打电话来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跟他拒绝 后来我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但是我接到他的邮件 他跟我讲说 晋吉我帮你缴了五百块 你要来 我就在想 好歹要把五百块还人家 所以就为了还这五百块 跑到福音参会的现场 结果一进去以后 怎么样 听了诗歌 听了正道 整个心又被波动起来 那个时候 靳言就问我 我就把我的状况跟他讲 他说 晋吉你要回教会 因为只有教会可以帮助你 跟太太说 没有 因为礼拜五那天晚上不敢讲 礼拜六也不敢讲 到礼拜天晚上过了十二点 我想说隔天就主日了 反正横一刀数一刀 讲了太太不要就算了 所以就跟我太太讲 我说太太 我遇到静言弟兄跟碧玉姐妹 他们鼓励我回教会 你觉得好吗 我就听到我太太讲说 你回教会很好 我那时候一听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就问我太太说 你是说真的吗 为什么你会认为我回教会很好 她说我发现你以前在教会 比较快乐 这五年来你都不快乐 我一听了以后 我还想说 会不会我太太 故意试探我 所以我在讲 问她两次 她还是确认 要我回教会 所以隔天我就回教会了 那这一次回去呢 这一次回到教会以后 上帝就动工了 是 因为回了教会以后 重新又回到那个感觉 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 我以前都没有在读圣经 所以上帝就给我第一个音乐 就是要我读圣经 所以我就去问静言 怎么读圣经 那就把读经的计划告诉我 所以你就从那个时候 就每天固定会读多少 这样子 对 我每天 因为静言告诉我 你每天读三章到五章就好 所以我每天早上一起床 关系完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灵修 她就告诉我说 你先读三章到五章的圣经 读完以后呢 你就把今天要做的事情 跟神交托 交托完了你再去上班 我就这样养成习惯 慢慢的读 这也是神培养我耐力的开始 我觉得重点是 养成习惯就四个字 因为对你来说 要养成像这样的习惯 其实不容易 因为我以前从来 没有恒心做过一件事 对 你都是做一半就不见了 就不了了之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真的完成 那你怎么这一次有恒心 有毅力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 对 曾经我有想到说 我是不是今天不要读 但是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不行 你要坚持 你以前就是没有读圣经 所以才容易变了 尤其刚开始读老师说 还真不容易读 还真不容易 因为刚开始要要求 但我就是告诉我自己 这就是一个行程 这就是一个行程 就这样开始读圣经 读了 一直读到现在 已经非常多年 我这样算起来几年了 如果是从 我应该是49岁 应该是读了六年 真的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 因为上帝他 在我身上改变的 第一个工作是读圣经之后 接下来他就 让我的体重减下 所以你原来的体型是 我原来是85公斤 38寸的腰围 然后我太太就说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第一个 生命健康受影响 第二个 你的裤子搞不好 以后都要定做 我明白 他也劝我很多次 但我从来没做到 但这一次 我花了不到两年时间 把体重从85公斤 降到67到68 腰围也收到33到34寸 就是饮食上面的节制 对 因为上帝他给我的功课 就是从饮食上去调整 然后他会有很多的讯息给你 比如说你要磅体重 你要吃饭要吃慢一点 一口饭要嚼40下 这都是陆陆续续 就有很多资讯给你 帮助你一直持续下去 你就是不能停 要做到要做到 我后来才回想这个事情 我发现说上帝要让家人 看到我改变最快的方式 就是这件事 因为你越做不到的事 他越让你完成 所以难怪我孩子他会说 爸爸真的都不一样 从这一方面看起来 整个都改变 也开始跟这样的关系不一样了 对 跟太太之间的关系呢 当然也都不一样 因为上帝知道 我以前会离开教会 是因为我没有把工作弄好 家人都没有一个时间陪他 所以这次我突然就有智慧了 我就跟我太太商量 我说这样好了 我礼拜六就不加班 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 礼拜六就变成我们的家庭日 就是全家人都聚在一起 那礼拜天他就让我去教会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就变成我们的惯例 但也因为这样 就很有技巧的 把这些事情避开了 那你跟太太之间 你有没有特别就去意会到 太太以前也对你是苦口婆心 其实都是为你好 真的是有 因为我在读圣经的过程 有一天 上帝就让我回想起以前 那我就想到以前我太太 我走过这么多路 我太太对我说过的话 我说有一天我就跟 后来我就跟我太太 找了一天跟她讲 我说我今天要跟你说 对不起 因为过去是我错 我以前的个性 是出去外面跟朋友聚会也好 或在亲戚的 跟亲戚在一起也好 我把我的过错都是推给我太太 我在朋友面前 我是指责我太太 都是我太太哪里不好 她阻挡我 我才会这样子 所以在朋友的面前 我太太就是一个不好的老婆 所以其实是我太太 是承受很多的压力跟指责 背了很多年的黑锅 那我跟她讲 以前真的是我错了 我也发现说 上帝是安排一个天使在我旁边 所以你开始有看到自己不对了 你以前都完全都觉得 都是你们 都是你们 二哥骂你的时候 二哥你是针对我这样子 所以你后来对二哥呢 我后来对二哥的态度 当然就改变了 我后来就 以前他骂我 我都会不理他 甚至还有时候还会回嘴 摆个吝啬 对 后来我现在就可以体会到他的压力 所以他讲我就做 后来我在 应该是这么讲 我每一年 在过年的 跨年以后 我都会写一封信去跟我大哥抱怨 抱怨说我在公司待遇不好 二哥对我怎么样 我为什么会这样 每年都在抱怨 后来在两年 两年还是三年前 因为我心态开始在转变 所以我就开始跟他感恩 跟他认错 我就跟他说 对不起 我辜负他的栽培 当然我也跟他讲 二哥也很辛苦 可是我还没有 当面跟我二哥这样 但是我的心动上 我已经开始在 暖化我的自己 有一次晚上 我在医院照顾他的时候 因为从太太那边知道 爸爸以前对我所做的 所以我就跪在我爸爸的床前 跟他讲说 爸爸我错了 然后我就看到爸爸的眼泪 从他眼角流下来 那这也是我在他生前 做对的一件事情 脚尺精确度量 笔画毫里不差 年逾50岁的吴静吉 突然决定进修室内装修设计 并打算考照创业 虽然是个大胆的决定 知情的亲友 仍给予支持与祝福 我也给他一个个人的看见 我说做自己喜欢做的 那不会后悔 当然我说在做这次事之前 你要经过祷告 神允许他开路 那一切都平安 神的时候不是人的时候 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 所以说我是觉得说 神最了解敬仅 最了解我们每个人 那只要是他有借着祷告 那虽然过了50岁了 那相信神有旨意在他未来的大路上 他其实很多梦想 他是因为有一些是公司的关系 有一些是太早结婚的关系 导致于他没有去达成 那他现在既然有这个平台 那我们小孩也大了 也开始分担嫁继 那他有这样的想法 我是会完全支持他 对 因为我觉得做他想要的事情 比较重要 因为他以前是为了 就是工作 牺牲这么多自己的时间 那现在是该是他去做 他想做的事情 我其实很爱我爸 对 那他其实对我们家老实讲 以前比较没那么好 就是可能分担加急 但现在我 因为我现在在工作 我能了解到他那个心情 对 那所以 虽然我是比较 男生对男生讲 说我爱你 我怎样 其实后头来会有点拘束 但是我会跟我爸讲 我是永远爱他这样子 对 不管他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他 再一次回到教会 吴景吉真的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也开始重新去检视 他过去跟养父母之间的关系 其实他们真的很爱你 对 可是有一段时间 好像你对养父反而有点 好像不大尊重 看不大气 对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 心里有一种 瞧不起我爸爸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爸爸生意失败 然后搬到台北来以后 我经常都会看到他 会讲到 跟妈妈讲到 想过去的失败 有时候会哀声叹息 那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 爸爸怎么会这么没有 没有志气 怎么会这么样的 老是哀声叹息 所以我那时候就 心里就觉得说 我对这爸爸就觉得 瞧不起他 所以我曾经 在走在马路上 在巷子里面 他就从这边 从这边走过来 我这样走过去 我没有看他 也没叫他爸爸 曾经就是这样 很不孝地对他 那一直到 后来我爸爸 因为他 在工厂 他经常都会搬重物 对 那所以他就 肠子就外露 就是我们讲的善气 那我记得他 第二次在住院的时候 有一次晚上 我在医院照顾他的时候 那我就想说 我应该要跪下来 跟爸爸道歉 因为从太太那边知道 爸爸以前对我所做的 所以我就跪着我爸爸 床前跟他讲说 爸爸我错了 那我就看到 爸爸的眼泪 从他眼角流下来 那这也是我在他生前 做对的以前事情 所以爸爸那一次住院 后来就离开了 他这一段时间就离开 但是在他离开之前的两天 他有把我找到医院去 然后他找我去医院的时候 我以为是所有的家人都去 结果没有 只有那一天晚上 是只有我一个人去 那爸爸就 那一天就跟我聊得很愉快 我发现说 爸爸的精神跟 还不错 都还不错 那我就问 我刚才聊到最后 我爸爸突然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阿华 如果万一爸爸走了 把妈妈交给你 你愿不愿意 那我就跟我爸爸讲 如果我有一碗饭 我会半碗给妈妈吃 你放心 爸爸听完以后 他还觉得蛮满意的 就有得到你的承诺 对 然后之后呢 两天以后 我爸爸就走了 爸爸离开前你有承诺 爸爸说会好好照顾妈妈 对 那你有守住这个承诺吗 没有 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 爸爸走了以后 其实我还 那段时间 我一直都有想到说 我要妈妈怎么照顾 但是我还是照原来的方式 就逢年过节去看他以外 其他时间 我就没有再特别去看 关心过他 甚至有时候都 都会忘了这件事 所以我太太就要求我 每个礼拜 一定要早一天 跟妈妈吃晚餐 我太太真好 真的 那我就答应我太太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在做 可是后来就 又会因为说 工作啦 还有其他理由 甚至有时候就想说 这次不要去 下一次再去 所以就会把时间拉长 那我太太 看在旁边 她看不对啊 你最近 她又问我说 你有没有再去看妈妈 我说 没有 最近比较忙 她说你这样也不行 她说不然这样好了 你每天早上 打电话 跟妈妈聊聊天 问候她就好 就我就开始 每天打电话给我妈妈 一直到现在 我发现说 我做对了 她知道有个人跟她聊一聊 其实她就觉得 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 对 而且我可以从电话的那一头 听妈妈的声音 就知道说 妈妈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是 如果她声音怪怪的 或咳嗽 就要赶快去看她 对 所以真的整个人 开始都变得不一样了 是 你三十几岁的时候的状态 整个人就是 在面前 五混二二 对 然后就是除了抱怨 每天就是 除了抱怨以外 没有什么 也不会反省 可是到你现在 差不多半白昨日的年纪了 你倒是要锦修 对 也是因为在祷告中 因为上帝的功课 就一个接一个 因为我在这个工作上 当然我也意识到说 公司要年轻化 那以后 我也还要离开这公司 那我就跟神 祷告我说 主啊 你能不能开一条道路 让我能够知道 我将来 我还有另外的选择 然后上帝 突然就给我一个意念 要去上 肆虐装修的课程 那我这次进去上课 我就很认真 我以前是读书 是看到书 就想睡觉 那这次不一样了 上帝给我的 完全是不一样 我就很认真在读 很认真 所以在11月3号的时候 学科考试 我已经通过了 然后接下来 还要准备数科考试 那如果通过 就可以拿到证照 那拿到证照以后 我就可以自己去开业了 你现在这么认真 还是看在眼里 有没有特别感动 有 我太太说 你看你爸爸现在 比你们还认真 这个就是一个 就像我姐妹 教会的姐妹讲的 这就是一个榜样 以前没有做好父亲的角色 现在上帝让我重新回来 那一步一步的带领我 把我的那些不好的习性 一个一个剪掉 然后让我用一个 比较新的面貌出来 其实这过程真的 太太是写那一处 真的 我必须要跟我太太讲 丽美你真的是辛苦了 过去是我的不对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你背负了我很多的 帮我背了很多黑锅 我在朋友面前的指责 亲戚朋友之间 对你的指责 你都概括承受 即便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也没有离开我 我真的很感谢你 我也希望 这一次我在上帝这边 得到这么大的改变之后 我也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同行 我也希望你能再次 把你的手交给我 相信我 这一次我会做得更好 好感人 最后还没有一些想要跟官培来分享的 虽然我的过程非常坎坎坷坷 但是上帝就是利用这些 很多的机会 在磨练我 在操练我 让我能够体会到 神真的是很伟大 很爱我们 所以我相信很多事情 大家都应该要及时的去做 那我也感谢主 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为他挺身出来 告诉大家 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些奇心 这些很奇妙的大能 这些很大的改变 我也谢谢上帝能够让我在50岁的时候 就能够有机会来弥补过去的过错 而不是在我要临走之前 才来跟所有的人说 对不起 再来懊悔 再来懊悔 真的感谢主 其实我们刚刚不在讲吗 江山一概本性难移 真的 你说本性难移再怎么难 还是可以移 对 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问题是靠人就很困难 对 有时候真的不是靠人的力量 可以帮助得来的 我们在今天身上 真的是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对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谢谢 神迹对许多人来说 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 但是对基督徒而言 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 工作的痕迹 在今天我们听到 荆棘弟兄生命的故事 如果问你 有什么样的关系 是最难改变的 可能每个人的心中 有不同的答案 不过坦白说 应该会有很多人 选家庭关系 家人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越亲近的关系 改变越尴尬 越困难 特别 这个关系 一旦随着时间的发展 越来越纠结 越来越疏离 或越来越有张力 在今天我们听到 荆棘弟兄 他很特别地 经历两段关系的修复 一个是和他亲生 原生家庭的那个 兄弟之情关系的改变 另外一个 则是与他养父母 家庭之间关系的改变 对荆棘弟兄来说 他年轻的岁月 常常做事情三分钟热度 没有办法持续地改变 常常怨天怨地 都是别人的问题 但没想到上帝 改变了他的生命 这个关系的修复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 他的哥哥们都觉得 这个弟弟常常耍废 没有办法改变 甚至一度对他失望 但是上帝好奇妙 透过哥哥们对他真实的爱 透过养父母 对他真实的爱 也更重要的是 当他经历了 耶稣基督的爱 他的生命开始改变 现在的他 虽然已经到五十岁的阶段 但他那个努力的身影 远远不是他年轻岁月的时候 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得见的 而这些改变是需要恩典的 你发现在 近期弟兄生命的改变里头 充满了各样的恩典 周围的人对他 越来越多的接纳 也看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 所做成那个接纳与改变的工作 我们都希望改变 我们也都希望自己的这个臭脾气 很希望自己的懒散 很希望自己的缺点 能够经历更新 好让那些我们曾经看不起我们 或是有张力 有冲突的关系重新修复 或许我们跟自己最亲的家人 还是会有一些想改变 但不知从何开始的紧张 在今天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 你有多渴望改变 这个上帝 他一定可以给我们改变的力量 愿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好让改变真实的发生 在我们亲密的家庭生活里 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知道越亲密的关系 要经历改变 常常难以启齿 因为这个关系太亲近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道歉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破冰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开始 主啊 当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 愿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说出 能够让人的心里柔软的话 因为你的爱先充满我们的心 神愿你的爱住在我们众人的心中 也临到我们众人的家庭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做我们家庭的主 改变就从恩典的祝福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